《大庄严论》上有一个故事 两兄弟出家了 出家了 哥哥出家以后 当然也是要学习佛法 两兄弟都是出家的学习佛法 学习了以后 哥哥就修十年处 不就得了阿罗汉国 弟弟法喜充满 学习 学习 学习又学习 学习又学习 三藏十二部通大无碍 法院也兴盛到处去弘扬佛法 是心情很快乐 但是他的哥哥是阿罗汉 这一天 他一入定一看 我这个弟弟不对劲 他不知道修行 就去到弟弟那里说 你不要一直地去讲经说法 去度众生这事 要自己多修行 修小四年处 多修小参观 用功好 不要将来会后悔 你要不修行 好好好 这弟弟说好好 等再过一过 过几年的了 那么过了多久 哥哥又来劝一回 这个弟弟也不 还是不接受 可是过了不多久 这弟弟有病了 病 初初开始你好像不感觉有什么要紧 心里面还不感觉什么 过了几天就中了 这就感觉不对劲 他哥哥来看看他的时候 他说像哥哥说道歉 以前不相信你的话 现在是感觉不对了 他哥哥也没说什么时候了 这些同小的都来问问他 也都说些伤心的话 也不顾忌于是 一口气不来就死了 死了的时候 他说哥哥一入定 一看到哪去 还好 到一个宅主家去 给人家做儿子去了 做儿子去了 那么就是 过了多久了 因为宅主是信佛的 就抱着小孩子来看 到庙上来 来看出家 然后也就看阿罗汉的 圣灵的 阿罗汉这时候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 可能这个身体 不是那么特别健康 这个手震 给师父抱抱的小孩 他也就是去抱小孩 就手一震 你没抓住 第二下就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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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死了 这个哥哥一说 谁也身体不健康 这个道理还是正常的 一入定一看下地狱了 哎呀这是无可奈何 就是恨呢 这个虽然是小孩 他心里很明白呀 但是一下子没爬死了 哎呀他这个恨的不得了 所以下地狱了 我会给你带死了 我会给你带死了